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,台湾人最爱出国旅行,旅游平台Expedia今公布2018年全球旅客搭机里一大调查,指出超过7成欧美旅客习惯在机上阅读,亚洲旅客则有8成会选择在机上睡觉,台湾旅客则是机上睡觉比例最高的国家,接近9成的台湾人一上飞机就会睡觉。 此外,台湾旅客认为机上最讨厌的乘客行为是放任小孩吵闹的父母,比例高居全球第一Expedia针对全球23个城市近2万名旅客,进行2018年全球旅客搭机里一调查。 调查显示,全球已有64%旅客会选择使用网络及手机报道,但台湾仍有近西城旅客习惯以传统登机柜台报道方式为主。 高居全球直观在使用电子登机证方面,全球近5成旅客仍使用职本登机证,仅有2成会使用电子登机证,而台湾是全球使用电子登机证比例最低的国家,仅占13%,显示台湾旅客对电子登机证接受度仍不高。 调查也询问旅客在飞机上的行为,大部分旅客搭机时会进行睡觉、阅读、看电影,以不影响其他旅客的行为为主。 其中欧美旅客有超过7成会于机上进行阅读,亚洲旅客阅读行为则低于5成,相反的,亚洲旅客有8成会于机上选择睡觉, 而台湾旅客则是机上睡觉全球比例最高的国家,占89%。 此外,Expedia公布全球旅客最讨厌在机上遇到的恼人乘客前5名,第一名是不断踢前面座位的乘客, 其次则是喷过多香水的乘客,放任小孩吵闹的父母,侵略其他人空间的乘客, 谈话大声或音乐音量太大声的乘客。 而对台湾旅客来说,最无法接受遇到放任孩童吵闹的父母,是各国中比例最高的国家。